九十六,《文匯報》,王岐山陝西調言強調實現幾發分開 2015年7月11日中國新聞A13香港《文匯報》信 記者洪曉方西安報導,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8日至10日在陝西調言 並主持召開部分省區黨委書記、紀委書記座談會 推進全面重嚴治黨王岐山強調,修訂廉政准則和黨紀處分條例 要堅持黨紀嚴於國法,實現幾發分開,體現黨的先鋒隊性質 推進全面重嚴治黨,依規治黨的制度創新 據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消息,王岐山在會議上指出 把權力關進制度籠子,首先要加強黨內監督制度體系的頂層設計 要強化黨的自我監督和人民群眾的監督,探索形成發現問題 糾正偏差的機制,讓三個自信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 執政黨的黨規黨紀嚴於國家法律,公民不能都踩到法律的底線上 黨員也不能存站在紀律的邊緣 依規治黨必然要求以得治黨,全面重嚴治黨,全體黨員都要廉結自律 要堅持正面倡導,把現行準則規定的不准列入修改後的黨紀處分條例 使準則成為執政黨向人民的宣誓 敦促落實八項規定王岐山強調,修訂黨紀處分條例要針對現階段突出問題 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關乎人心向背 是最大的政治,是一場輸不起的鬥爭 腰靶響落、車尾等四封問題納入黨紀處分範圍 全面重嚴治黨永遠在路上,制度建設也沒有終極版,只有進行時 在陝西調現期間,王岐山還專情賦如臨米之願楊家構革命鬥子參觀 同時在如臨市如陽區最大的保障性住房小區 看望了社區黨員和群眾,還考察了如臨生態文明建設情況 王岐山與陝西淵源頗深 1969年,二十二歲的王岐山和兩萬多名北京之稱 一起到延安革命老幽插隊 兩年後,王岐山到陝西省博物館、延西安碑林博物館 任講解完長達五年,這也是他第一份正式的工作